现在人家说柯文哲身上背着台北市新武大案 我们这个现场都帮他整理出来了 博文复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除了现在正在调查当中的金华城案 是跟威京集团有关系的 容金率840% 台北市史上最高 另外台志光的案子先前 大家也讨论的沸沸扬扬 紫约违反了母约的规范费率 那另外北市科到底有没有图利星光人寿呢 这跟星光集团有关系 以及接下来第一果菜市场 会不会也成为重点的案件 这个被议员踢爆啊 减上发包合约 涉嫌图利中工50亿 中工哇这又是威京集团 旗下这个相关的公司嘛 另外还有第五个案子 南港转运站 全力经少了10亿 车站面积比例只有8% 这个案子是跟星光集团有关 那不过我先请教一下博文傅秘 现在很多人说啦 第一果菜市场 这也有问题 这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卫报单哦 你怎么可以减上发包合约呢 请教一下傅秘 这个第一果菜市场当时 这个吴英宁在担任 这个北农的这个总经理的时候 就曾经针对这个案子 他有这个当场就跟柯文哲市场 就有表示过这个事情 柯文哲市场跟他说你是8% 你是8% 他是希望说替新北 替台北市政府争取到就说 我可以又便宜然后又好用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项目 他可以起乎稍微欠钱 欠钱又好用 最重要是他的方式是又好用又便宜 听说他的方式是可以省大概11亿左右是不是 对啊结果柯文哲公开讲哦 为人是8% 那个态度你就知道说 他第一个 很轻蔑 可是你看哦 这个事情他这样讲哦 但是你看面对那个金华城的案子 他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说什么 昨天昨天那个还 昨天那个北院的那个声明稿里面还有讲到说 这个柯文哲他非专业 他说这个部分他不是专业 我的天啊 如果如果台湾讲这个这个 如果这个道理可以通的话 这里面哪一个是他的专业 金华城他也不是这个 这个都市计划的专业啊 台志光他也不是这个什么 相关电子通讯专业 北市科他不是这个地上权的这个专业啊 他又不是代书 他也不是这个土地专家 地果在市场他也都不是专业 任何事情他只要说 他不知道他不不专业 那这样就就没事了吗 所以你看哦 你看这些这些为什么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这样子蹦出来 当时啊柯文哲他在过去八年前 他担任台北市场的时候 当时有所谓的五大案 当时那五大案后来都不了了之 说巨大大巨蛋有没有 大巨蛋后来盖起来了啊 都不了了之哦 五大弊案变五大案 然后到五大不成文的案子 然后现在这几个五大案是一个一个都扎扎实实 而且我跟大家讲 这些这些部分哦 很多都是从议会里面慢慢流出来 你看到像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 其实我相信很多市府官员非常感谢 这些认真的这个台北市议员 对不分党派 你光是这个金华城的调查案子啊 里面所有的相关的会议资料 相关的资讯 你看一样一样一直流出来 因为这些里面的承办基层都知道 这个盖不住 他们也不想担责任 然后呢 说起来好康是大家 你看这个昨天北院讲说 这个背后有极大极大金额的贿赂金额 我跟大家讲 那些承办哦 拿不到吃不到 就算拿到吃到也是杀肉而已啊 不是他们在谈的啦 可是这些上面动辄 搅拌下来的这些人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从金华城 台志光到北市科 第一国菜市场现在正要烧哦 包括南港转运站 我相信这一个一个啊 未来都会有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资讯出来 一个一个水漏石出 所以我说阿伯 你现在不用哦 每天在这个台北地盐署 前面在那边搞东搞西啊 你这样搞不完的 嗯真的有时间哦 叫小草这样到处去出征 很多争议的事情 自己出来说给签策啦 台北市医院的部分 委员在这边啦 因为今天讲到 这个果菜市场的部分 早上我看到有这篇新闻啊 说过去林周明局长 是力挺吴英宁的 那个省钱的方案哦 人林周明也感觉不错 可是彭震生跟柯文哲被爆料 主导雨果市场的改建案 里面还有写到哦 这个里面呢 吴英宁呢提出这个案子 常常被市府洗脸 他刚才博文复密有说嘛 柯文哲给他呛说 你是买啥 就只有林周明一个人力挺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 柯文哲不认同 而且彭震生的态度 也是耐人寻味 彭震生对于这个案子 相当的强势 里面报道这样写 说好多场会议 都批评吴英宁的改建版本 这个人家说柯P的新五大案里面 这里面不知道几项 都是你们钟晓平都能够告发 所以来维远你怎么样来看 先讲一下台北国菜市场 跟金华城共通点 就是说基本上都跟这个 微经集团有关系 没错 然后主导者如果按照 吴英宁这篇新闻的内容 来看的话 主导者看起来就是柯文哲 加彭震生嘛 那好像看起来跟这个金华城一样 先讲一下 现在这个列出五大案 扣除金华城案 我觉得比较有问题之外 另外最大有问题是果菜市场 那果菜市场它为什么有问题 它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当时它要盖的时候 那这个要画设所谓的 这个建筑图的时候 是一个六楼跟一个八楼的所谓 一个六楼是果菜市场 八楼是鱼产市场 那后来不知道是 议会不知道是预算的关系 还怎么样 经费不够啦 就是不让它编那么高 就觉得它不需要盖这么高的楼层 那就科文哲怎么做你知道 那时候他已经快卸任了 他说不然这样子好了啦 我先签约 我先编一笔预算 我先跟所谓的这个中工 中华工程签一笔预算 说那既然是六成跟八成 没关系 你们先盖吧 这预算整个第五成 合约里面合约直接载明 后续的六跟八成的这两个东西 是另外的会在新的合约里 会增加或扩建这样子 那扩建没有钱啊 没有钱怎么办 科文真的没差 那时候已经不是台北市市长嘛 所以没有钱现在讲弯正在处理 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 讲弯说很多烂摊子 说很多烂摊子啊 假设今天你要跟建商 因为一块地盈 然后建商跟合建 然后你说没有我钱不够啦 我只能盖五成的 建商说没关系啦 你的地很好 农基地我帮你盖到六成八成 叫八八成的啦 没关系我先盖 盖到五成之后 没有我就用完啦 我就跟你说我只能盖五成的 说没办法 五成后我们没办法封顶 委员没人这样啦 来问这个岳慧姐 这边要赶紧帮我们补充一下 来这个就是以前 侯婉甄议员曾经 这个他做过的图 是这个是过去 刚才委员议员所讲的 减项发包 从150亿 然后为了要盖 过去没有那么多钱 他就减项 减下来以后 然后他就盖到六成楼 然后到最后呢 再增加五十亿 那给各位看 他增加的这个楼层上面 在干什么 在做测设餐厅 跟做什么文创市集 跟观赏渔区 有必要吗 这个钱是浪费的 就是你的六到八楼 是一些跟渔火市场 是完全不相干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